香港人最愛就是SUV 而在SUV中香港人最愛的是哪個牌子 我相信一定是寶馬的X系列 X1、XB、X5隨處可見 而早前寶馬第三代的XB正式來到香港 事隔七年推出第三代 萬眾期待之下有甚麼特別 而這部最新的X3最高規格的M40i為例 外形上沒有甚麼點變 只不過是好錯一點 性能較強一點 裏面的東西先進一點 真的沒有甚麼特別 只不過我相信喜歡SUV的人 接觸過它都一定會愛上它 這代的X3在外觀上其實沒有甚麼很大的改動 它不會加上甚麼美液或大風潮 它無法誇眾取寵 它這次很集中在內涵方面 它將車的軸距加長了55mm 有甚麼舒服得過這部車夠寬敞呢 這部XV就做到寬敞這回事了 M40i 已經告訴你了甚麼 就是XV首次加入了M-Sport的高性能 它有M的Performance 直錄的Tune Turbo引擎 360匹 0至100都不用5秒 4.8秒而已 你想想一部家庭式的SUV 但擁有跑車的性能 是否完全可以滿足一家大小 包括你自己的願望呢 今早我幫這部車拍照時 攝影師就跟我說 你試試移動前一點車調整個位置 那一下是我第一次去接觸這部車 我一鬆開駕駛 就完全感覺到那種速勢待發的力量 用在甚麼情況最好呢 就是用在綠燈 你要飆向前 切過去隔離線 那一下這種情況 這部車就完全不幫到你了 沒甚麼車夠你快 除非你的反應慢而已 這一代的XV加入了很多智能系統 例如一些智能泊車 輕觸式的螢幕 一個手勢的操作 智能的安全系統 這些都會在XV裏面出現 不過大家又不要那麼驚喜 因為其實這些全部都在5系統7系出現過 高性能 高科技 高舒適度 高車身 還有高油耗 甚麼都高 當這輛車甚麼都高的時候 你想到價錢好 你就會無緣無故低了 84.9萬 可能你會覺得有點貴 但同樣 它甚麼都高的時候 帶給你的當然就是高享受 在XV裏面上 大量的機能 在XV裏面上 暴力的 我可以看到你 那邊的 小和XV裏面上 解釋 比詞 谢谢观看